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部和西部有太平洋和大西洋,作为天然屏障。 如果你想攀登美国,你必须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海军,在美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。 最后,美国公民有合法持有枪支的权力,而民用枪支的数量,足以选美国成为一名国家士兵。 因此,即使美国的军事力量被摧毁,其对手在美国登陆,游击战也会到处爆发。 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核潜艇,世界上第二难征服的国家是俄罗斯。 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领土,最寒冷的气候,最严酷的民俗和最大的核武库。 即使美国军队想征服俄罗斯,它也会被拖进一场旷野之久的常规战争,和一场将在同一地点结束的核战争。 中国火箭兵第二个是中国。 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和最大的军事力量,因此给了中国最强的战争潜力。 特别是近了年来,中,国军事科技发展迅速,在常规力量上,甚至超过了俄罗斯。 此外,中国西部,东部,西部的地形也很复杂。 除了东南海岸,这是由士兵严厉守卫,其他方向被沙漠,原始森林和巨大的山脉阻挡。 反对者几乎不可能想到,从这些地方渗透到中国的腹地。 印度军东南要第四大国家是印度。 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,印度拥有世界第三大军事力量,第二大人口基础,和从世界各地购买的先进武器。 在地理上,印度也很容易防御,也很难攻击,又被喜马拉雅沙漫和南印度洋。 最后一个被美国媒体群众的不可征服的国家令人惊讶。 它不是一个强大的欧洲国家,而是一个中东国家,阿富汗。 这个国家已经被俄罗斯的敌人,大英帝国,苏联和现在的美国入侵,但是贫瘠的阿富汗人用他们的武器,一次又一次地阻止了入侵。 在地理上,印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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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。 在地理上,印度上,印度上,印度上。 在地理上,印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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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。 我想,感觉,是金他,印度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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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后。 因为,感觉,是金他,印度上的根一样。 是金他,印度上,印度上,印度上的物流行, 数字幕致上的户外,印度上的元素兵还 lowers胸关核上的様子时间。 如果他 在 changer,印度上,印度上的价值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